Hello, 大家好, 我是Mills 今天繼續用聲音和大家分享 今集我將會和大家分享10個我認為非常非常重要的拍攝技巧 但是新手永遠都是最不容易聽入耳的 簡單說就是講極都是不做 第一個就是用觀景窗 無論你是用單反又或者現在的Mirrorless 無反, 大家都應該要多用Viewfinder去取景構圖 這件事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其實大家無論用什麼型號的相機都好 其實在你的相機上面的LCD屏幕 其實是非常非常小的 在這麼小的畫面裡面 怎樣可以看得清楚裡面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而且我們是用兩隻眼一齊去看一個很小的LCD屏幕 可以兩隻眼一齊去看, 其實很難可以很專注地看到裡面發生什麼事 所以很多時候需要專注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用單眼去看 單一隻眼去看, 另外一隻眼是合謀的, 不是真開的 極少, 極少的人是一隻眼望觀景窗 另外一隻眼是可以看外面 我不知道他真的可以看到外面發生什麼事, 還是怎樣 這個是很個人的東西來的 但是以我所知的,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什麼人可以成功做得到 一隻眼看viewfinder, 一隻眼看著外面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所說的看viewfinder是閉起一隻眼, 用另外一隻眼, 專注去看裡面的世界 我相信對於你的腦的運作和這個專注集中力 都一定是比起你兩隻眼一起看 所以在一個距離之下去看你的LCD螢幕 是會更加清晰、清醒 以及去了解到裡面的主角的一切一切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兩隻眼的感受 當然配合我們對耳朵 一直在聽四周發生的所有事情 我們的專注力其實是減低的 我們能夠在觀景窗裡面, 裡面是全黑 我們只能看到我們眼前面通過鏡頭外面的一個世界 就是你的影像世界裡面發生的所有事情 無論你前面的主角的一條頭髮 他的眼睛看不大, 眼珠看著什麼的方向 你都很清晰 很清晰 不要小看你的觀景窗裡面 好像畫面更小 我看著那個LCD螢幕應該更大 這個照片發著都是錯的 我可以肯定, 你的眼睛 鑽下去看那個viewfinder的時候 你的影像世界是比起你看著那個LCD螢幕更大更大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重要的 因為正常的viewfinder, 無論你是近視遠視也好 其實你經過那個viewfinder 它是有微調過 就是那個focus 就是那個清晰度 你可以去調校你的眼睛的度數 去看得更清楚更清楚 所以這一點不是一個理由來的 你覺得看著viewfinder很小 看不清楚 這個完全是極度錯誤的一個想法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 現在很多youtuber 或者你認為他是拍攝得很出色的youtuber 那些攝影師 他們拍影片的時候的示範都是用LCD螢幕就這樣看的 我這一點我想說 其實為什麼人家這樣拍你就相信呢 人家這樣拍可能是有一個原因 就是想讓你看到那個螢幕的結果 因為他在示範中 他當然是這樣拍可以讓你即時看到他拍出來的結果 另外一個我認為更加可能性高的原因就是 你不知道這個攝影師今天可以不用這個LCD螢幕 但是他背後用了幾多年的時間去用viewfinder 訓練出來的呢 其實不斷地叫大家用viewfinder 其實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提高你的專注力 因為我們做攝影 其實不一定只是人像攝影 其實我覺得攝影師是需要觀察 當然你需要觀察這個真實的世界 必須更加專注在你的影像世界裏面 你通過鏡頭去看 和你的眼睛看著這個現實世界 完全是兩個世界 我可以肯定 因為我們相機裏面的世界 是可以通過你不同的光線範門ISO的設定 在發生什麼事呢 構圖到底是怎樣的樣子呢 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你認為你自己的美感 你的構圖 甚至捕捉你裡面的主角的一舉一動 五官表情 你可以完全從這個LCD螢幕 就可以完全判斷得到的 也是準確的 OK的 那你可以真的不用看這個viewfinder 我相信你已經不是一個新手了 如果你真的覺得你在捕捉這一點方面 都未做好 你必須必須由今天開始 一定要用viewfinder 你用viewfinder是應該的 而不是覺得現在給了一個方法 就是可以看著的LCD螢幕 就可以完全不用了 我覺得這個功能 是給一些已經有經驗的攝影師 提供到一個極方便的一個渠道 去令到你加快 做到一些特別的構圖 例如你以前我們 是舉機慢拍 是經常都有的 即是當我沒有梯級 亦都沒有地方可以爬高的時候 我們真的純粹舉高雙手去猜 我們兩隻手的角度 可以包含到幾廣角的範圍 或者什麼位置 我們以前是真的慢拍的 但是現在去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舉機 但是亦都可以利用這個LCD螢幕幫助到我們 在一些高角度低角度 甚至一些古怪的位置 在我們的頭部 沒辦法捐到進去看viewfinder的情況之下 它絕對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一個功能幫到我們 但是我覺得如果純粹一個新手的話 真的不要去濫用這個工具 不是這樣用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你實在是會減低你的敏感度 因為所謂敏感度就是 你所觀察到的所有細節 攝影師我想相比一個 不能稱自己為攝影師的人 可能他觀察這方面的細節 是強和弱的問題 而不是你懂不懂拍照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都經常說 怎樣才為之一個攝影師 其實我覺得 做一個攝影師 需要的最基本的就是 你讓別人看得到更多看不到的東西 而我們看到 而我們去掌握這一點 這一點就是一般人拍照拍不到的東西 為什麼你拍照拍得比他好呢 為什麼你拍出來的東西 總是跟別人有多少不同呢 就是你那個觀察力跟別人不同 那我們就是通過觀景窗 去訓練我們這個觀察力 第二點就是 全日只用一部相機 以及一個焦距的鏡頭 全日用一部相機 基本上都很正常的 就是出去拍照 帶超過一部相機 這個 這個 機會率 對我來說其實是很低的 除非是 以前 剛剛玩相機的時候 我都有試過去旅行 就帶兩部相機 都不知道帶哪一部 一起帶去 一支就放置長鏡 一支就Y鏡 同一個系統 就會更加好的 譬如你用Sony 那你兩部都是Sony 那你不要 一部就是富士 一部就是Canon 或者一部是Nikon 我的意思是很簡單 我就是想你 只熟習一部相機 因為每一部相機 都一定有它的個性 和特性 例如 White Balance 會不會是有些偏差的呢 例如 拍出來的時候 總會是有些偏暗 偏光 又或者一些 鍵 到底放在哪裏 有些是向左扭 有些是向右扭 這些都是 如果你長時間處於 一個都不穩定的位置 那裏拍照 其實可能你長時間 今天用這一部 明天用那部 甚至你一天 裡面用兩部 你都常常會摸摸摸 那些鍵 你都不太熟悉 其實它在哪裏 更加不太熟悉 這部機的個性 個性要在哪裏看的呢 除了操控之外 就是撿照的時候看 那我覺得操控上面 如果你都未熟的話 你怎樣拍照呢 其實操控相機 就是一個基礎中的 基礎中的基礎 就是 這些是你自己用的 那件器材的熟悉程度 很重要的 雖然現在好像 按一下按一下 光圈在哪裏 按一下按一下 突然間要找一些工具 不知道在哪裏找 這些全部都是問題 其實 一天裡面 去用一部相機 這個是重要的 不要經常去轉相機 或者不要說一天 你持續盡量 就是用一部相機 一段時間 你真的很熟悉的 你才嘗試 撿到第二部 如果就算真的有這個需要 要用兩部相機的話 都建議你 一定應該要用 同一個廠的品牌 即是同一個品牌 型號差一點點不要緊的 但是起碼它是同一個廠的話 它的按鈕和個性都會相似 這件事是可以的 鏡頭方面 就是建議大家一天裡面 盡量只用一個焦段 如果你開始去學習 因為可能你還未感受到 焦距給你的特性 這個特性 我覺得是需要自己去感受的 不可以純粹我告訴你 因為這個是對比回來的一個結果 對比什麼呢 對比你對肉眼所看到的東西的結果 因為每個人都有感受 每個人自己都已經正常 你有對眼 你會看到東西 你會看到距離感 你會看到顏色 但是你通過你的相機 來個焦距鏡頭 所看到的東西 產生的結果 是不一樣的 這個感受 一定要你自己親身去感受回來 加上我們如果再用了觀景窗 我們真的在觀景窗裡面 慢慢去觀察的話 你就更加容易分辨到那個差異 並不是純粹看遠鏡 這樣移動出去 要不就像魚眼一樣 就看到很幅 就是這樣表面 我們在一個焦距裡面 所發生的東西 其實是距離感 是很大的一個差異 如果我們拍攝人像 那個變形對我們來說 也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一點 所以 如果我們對著可能一些死物 甚至一些植物 我們可能 不是太回憶他們的變形 不是太介意的 你看著天空 看著那些雲 他們變形我們不介意的 我們只是介意 拍不拍得多些 但是當擺一個人在裡面的時候 這個想法 就一定要重新去整理一下 因為人變形 五官變形 五官變形 手腳變形 手指變形 有很多問題都會在裡面產生 那如果你更加不用觀景槍的話 你怎麼感受到這麼多東西呢 所以盡你的能力 是一天裡面用一個焦段 感受它的距離感 以及 Distortion 就是變形 這兩樣東西 首先要感受的 不要純粹感受什麼構圖 任何焦距都有它的構圖特性 我用Y鏡可以怎樣構圖 我用長焦可以怎樣構圖 這個不是今天所討論的東西 但可以肯定的就是 你首先你要感受到那個焦距的特性 你感受不到的話 你用變焦 你有空就站後一點 Zoom前一點 有空又站前一點 就歪一點 你根本完全不知道你自己那個焦距的特性 所以鼓勵大家 用多一點一個焦距 感受得到之後 先開始用變焦 第三點就是 多點收光圈拍照 開頭拍照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會有一個錯覺 就是喜歡前景深 尤其是以前年代 更加 因為一般的 DC 我們所謂的一些傻瓜機 不是那麼容易產生到這些景深 所以那些人才開始接觸一下 不如玩一下單反 用一些換鏡頭的相機 可以選擇大光圈 可以選擇長焦 可以令到後面濃濃的 大家其實 所以大家應該要想一想 我們用相機製造模糊 其實兩個方法 一是很長焦 很長焦 你就收了光圈也好 你的主體後面背景 其實都很容易產生模糊 開大光圈背景是否一定模糊 其實都比你拍攝的距離 如果你純粹好像 由九龍拍到香港 港島的夜景 你開一點二光圈 你整個香港夜景後面其實都是小焦 但是如果你距離主體近的話 你後面的背景就會更容易產生景深 一個淺的景深 所以距離和光圈是有關係的 不要經常覺得什麼都一定要開大光圈 可能現在的人又習慣了對焦 對焦只是懂得對眼 其實對焦不是只懂得對眼 而且真的不是經常對眼 這件事我想科技會影響到大家的想法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拍攝人 是可以在不同角度拍攝的 那為什麼對焦永遠都是對眼 這麼傻嗎 對焦對眼的對焦功能 基本上我是不用 因為每一次我都是人手對焦 有時我是對額頭 有時我是對頭頂 有時我是對鼻歌的 因為有前景深有後景深 你每次對焦的位置一定是眼 這個對我來說是趕不過去的 我們要考慮的 不是永遠都是只眼的 是不是呢 眼前面是有鼻的 這些都是有很多的問題 而且如果我高角度拍攝的話 我不是只拍人頭 而不是只拍臉的 拍一隻眼 我還要拍鼻 還要拍下巴 那下巴對下的身體呢 所以其實對焦真的不是經常 永遠對眼 所以修光圈對這一方面 絕對是非常大的幫助 學會修光圈 真的這件事對我來說都蠻重要的 在我自己的作品 我想佔大部分 超過九成都一定是修光圈影的 那你說開大光圈影呢 是偶爾我覺得是OK的 真的有另外一種的味道 尤其是一些用自然光的時候 夜景的時候 當你後面的背景有些混亂的時候 淺景深是幫到大家的 但是很多時候真的不要覺得 真的只是開大光圈才可以得到景深 所以一般我在Studio拍照 5.6光圈 我也覺得太大 那我自己有習慣就是 大概8-11光圈 真的太過技巧性的事情 我不在這裏說 大家嘗試一下自己 研究一下 試一下 第四點 就是多些去用 一些人造的光源輔助 甚至是閃光燈 因為一開始 可能有些朋友都比較抗拒 那其實我覺得閃光燈 當然是更好的一個選擇 只不過是 可能你嘗試接觸的時候 你會覺得困難 那我只能夠說 學習是一個最好的方向 就是跟老師學習 來上課 有很多朋友會覺得 現在的科技 就是現在的相機能力 可以開到很大的ISO 有錢買一些大光圈鏡頭 就解決這些問題 只要你肉眼看到 那怎會拍不到呢 這些思維 我都覺得普遍 現今世代的一般人的想法 都可能會是這樣 但是呢 我可以肯定 當你面對不同的情景 不同的環境的時候 這些想法就完全不成功了 真的不可以再這樣想了 將來發展又離開攝影概念 再遠一點的科技 那些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繼續用現在 用相機拍照 用攝影概念的話 就真的不要這樣想了 實質上有多少光 進入你的鏡頭 進入你的感受器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我們積大ISO 只不過是把一些很弱的光線 你當這些很弱的能量 進入你的相機裡面 是放大它 積大它 而不是有這麼大的量 進入到你的鏡頭 更加進不去你的感受器 放大和真實進入是兩回事 即是說 我進入二千元到你的戶口 你自己幻想 或者是用你自己的方法 在你自己的戶口 變大到變成二百萬 就是你那回事 但我實質上 我只不過是給了二千元到你 這個是重要的 即是你自己可以變成怎樣 就是另外一個世界 但實際上 進入到多少 是最重要的 你的光本身是不夠 甚至可能光的質地不好 例如每一個光 其實它都有光譜 即是所有光都應該有它自己的一個 獨特的一個光譜 光譜 美不美呢 這個可以肯定不同類型的光線 得出來的光譜 是不一樣的 它帶出來的顯色度 它本身的色溫 它的形態 是的 它的分佈 都絕對不會一樣的 這件事如果你完全沒有考慮 你經常相信 你那對完全不能夠盡信的眼睛的話 你是很難可以判斷得好 以及拍出一個理想的結果 因為其實你沒有通過自己的思維去思考 你只是覺得你對眼睛看到的東西 又或者是你覺得 純粹攝影就是靠構圖 那就算了 因為攝影是可以很多的繁數 真的很自由 你真的堅持就這樣拍是沒有問題的 我也覺得 如果我身上沒有燈的 沒有閃光燈的 什麼都沒有 但前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時刻發生 我拍不拍? 我拍到最大的ISO 我都要拍 就是因為我要記錄前面的東西 所以攝影是很容易吵架的 但是呢 我就覺得 有什麼好爭 大家只不過是喜歡自己轉流角尖 如果大家理解我的拍攝風格 又或者方向 大家應該理解我的想法 還有我為什麼會這樣叫大家去做 一個攝影師的重要性 就不是純粹你真的拍到一兩輯漂亮的照片 而是你在不同的環境之下 不同的情況之下 如何得出這個判斷 去解決所有面對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就是你的能力 你不去學 你的能力就會減低 永遠都是能夠配合到你的東西 你才做到 你才可以拍得好 你只可以趕在某一些情況之下 你才能拍到 我覺得無所謂 這個都是你的選擇 OK 鼓勵大家去用多些不同類型的光線 還有要認識光線 純粹有光 絕對不足夠 說你就這樣拍就可以 第五點 用電腦收圖 表面上真的是很簡單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來到2024年 我叫大家用電腦收圖 好像比10年前更加困難 科技是發展 但是大家現在做的事情是倒退的 大家好像已經覺得 電腦已經很厲害了 AI已經很厲害了 我學你做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人類倒退的一個想法來的 我們是要操控 我們不是被操控 我們拍照我們是主動的 為什麼收圖我們是被動的 這件事是很古怪的 因為收圖就是把你拍出來的結果 去帶到更高的層次 再去展示給別人看 為什麼去到這一部分就算數呢 可能有些人就會覺得 攝影就是應該在你的相機就要完成 那你幹嘛要學後製呢 這句說話也是對我來說有些搞笑的 我當你真是傳統的思維去到拍片的年代 那拍完非林 是否要沖非林 是否要黑房 是否要曬照呢 那這些是否後製呢 這些就是後製 我覺得現在有很多人就是 懂些 但是又不懂些 但是將不懂的東西 就找很多藉口去推翻 我覺得不懂都真的不要緊的 那你就不要懂了 不要緊的 我只是想分享給一些 希望自己進步 認識更多的 都是那句 你學了後製 你覺得你那張照片已經完美到 不需要點後製呢 我是很欣賞的 我自己的照片其實很多都不是很多後製的 但是我知道坊間 很多人都覺得我的照片 是 真的 是瘋狂地後製出來的結果 那不要緊的 因為他們沒有來聽過我上課 沒有來上課 沒有來看過我即場拍的結果 是怎樣 而到底我後製做了什麼 你沒有看過 沒有上課 我覺得這些人最好 就不要亂講話了 我重點不是給別人說我 其實我真的沒有所謂的 但是重點就是 會令到你的認知很低 你不曉進步 這一點就是 你不知道其實 影商是可以拍成什麼地步 後製是為了什麼 你可以不後製的 但是你不可以不懂 所以有些同學 或者有些朋友 就是 他不後製 他可能用一部很漂亮的相機 拍完之後 他就純粹過落手機 然後我就覺得 你是不是浪費了你很漂亮的相機 其實 其實 一部很漂亮的相機 我想在後製方面 可以達到一個更好的條件 讓我們進行後製 你用了一部很漂亮的相機來做什麼 當然 可能某程度上 有些條件 拍出來都可以這樣用 但是如果你抗拒後製 你是直接 抗拒 你不接收後製 那我就覺得 你是封了自己 更大的可能性的路 那你想繼續進步 那個可能性 就真的很低 真的很低 因為後製 不是叫你去 推翻你自己拍照的東西 我從來都不會的 我從來都是覺得 後製是 將我所拍到的東西 去提升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而提升到 就是 你前期根本 你沒有能力 可以再做得更好的 那所以你拍照的時候 必須要用你的能力做得最好 跟著 在後製 提升到更好 而這個更好 是你現場 沒有辦法做到的 那這個 就是我的方向 目標 去不去到創作 我覺得已經是另外一回事 創作 是要有想法才可以創作的 而不是逼出來的 所謂逼出來 你都要自己有想法才可以 是逼一些想法出來 而不是逼你去拍照 而我覺得 這個題目未去到說到那方面 所以我又不說太多了 用電腦執照 不要用手機 或者平板電腦執照 因為我覺得 就算平板電腦現在 發展得幾好都好 我覺得暫時都真的 不可以取代桌面 你用電腦也好 總之就是要用一部電腦 收拾照 這個你一定要體驗過才行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 人就是矛盾的 你又想進步 但是我提過的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聽了就算了 聽了就不做 這個也是我覺得 真的是無奈的 在我的角度 就是因為我都說了很多次 但是都是不肯去做 這個就是沒有辦法 我有心幫都幫不了 去到第六點了 第六點就是 多些去用手動單點對焦 簡單說 用Single Shot 千萬不要用Continuous 就是我們用單點 千萬不要用電腦去幫我們 不斷追焦 在我覺得極小的情況之下 才需要用到這個 例如你在街上拍攝 一個模特兒 那個模特兒是走來走去的 又或者你在拍攝 人物由遠 走到近的 甚至跑到近的 這些你就是用Continuous 去追著它 追著它 但是我們一般拍攝一些 靜態的人像 千萬不要 真的不要 用單點 Single Shot 還有那一點對焦 那一點是細點的 還有我可以 去選擇的 正所謂 你現在的相機裡面 有多少點可以對焦 也好 就是那些點 可以我自己手動 移去哪個位置 我喜歡對眼就對眼 我喜歡現在這一張相機 是對肩膀就對肩膀 我喜歡對腰就對腰 不是有得相機自動幫你選擇對哪裏 相機怎麼會知道你想對哪裏 如果你這樣選擇的話 就很明顯 剛才上高那一點 你連焦距都不熟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應該對哪一點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些全部都是有連貫性的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就證明其實你對那個鏡頭都不熟悉 所以沒錯 就是用單點對焦 再下一點 就是用M-Mode拍照 手動 又或者用AV-Mode拍照 我自己如果自然光的話 其實我以前都大部分時間用AV-Mode 即是光圈先缺 現在其實我都不會用AV-Mode 我現在基本上 大部分時間都只用M-Mode拍照 但是如果大家用自然光 用AV-Mode是不要緊的 AV-Mode是你決定光圈 而相機決定快門 但是如果我用閃光燈的話 就鎖住了我的快門 因為快門的同步是限制了 除非你用高速聲 那我就不講高速聲 因為我自己其實 你看我的作品 我是零去用高速聲 我是沒有用高速聲 所以所有的閃光燈 小閃燈也好 絕對是夠用的 不要想太複雜 如果你真的覺得 開頭不熟用M-Mode的話 用AV-Mode 那快門先缺就不可能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好 如果我們拍照我們那類型的人像 基本上是不會用到快門先缺 千萬不要 用AV-Mode是可以的 去了解多一點光圈和快門的關係 以及了解EV加減的方法 因為用M-Mode的話 已經不需要用EV OK 第八點就是 都是手動 但是手動白平衡 這個重要的 真的千萬不要 經常都去用自動白平衡 甚至有些人是用自動ISO 千萬不要 全部都是手動 OK 慢慢去學習一下 到底白平衡給到你什麼感覺 從裡面去學習得到 到底不同時間 不同外面的息溫 到底我們調 我們相機的息溫 會達到什麼的結果 例如我們在中午的時間 我們可不可以調到二三千K 沒有說不行的 你的相機一定可以調到的 但結果呢 結果一定是用不到的 因為我們可能看到水 可能看到綠色的植物 基本上是變色 你幻想想 我想冷暖色溫做一個對比 冷暖色溫對比 也有一個現實的限制 你在正午的時間 有陽光 這件事是不可以的 剛才所說的就是 你對你的相機的特性 你熟不熟 其實你不熟的話 你說不出這句話 就是因為你用得少 所以自動白平衡 不要再讓它發生出來 在拍某一些東西之下 你可以用的 你拍煙花 它一時就爆過藍色 有時就爆過紅色 爆過橙色 有時爆過綠色 那你不自動白平衡 你哪裏夠 你哪裏夠相機轉得快呢 因為一時是 它不停地變 你拍演唱會 拍一些偽紅燈 不停地變色 那裏可以的 你用自動白平衡 它可以是一個起點 因為它判斷了之後 你可以再回電腦裏 再做一個微調 就是叫大家 要用電腦後製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 是 都是剛才那句 就是 騰騰掛 這些東西是 全部是互相緊扣的 所以 記得 用手動白平衡 第九點 就是善用曝光模擬 曝光模擬 就是在不同的相機裏 應該說是不同品牌相機 它裏面的名稱是不一樣的 Exposure Simulation 即是曝光模擬 這個功能 基本上在這個 無反的世界裏面 是一定有這個工具 即是一定有這個按鈕 可以說有這個功能 你是一定要知道 開關在哪裏 大部份 只是會用自然光拍照的人 可能真的沒有什麼機會 需要又開又熄的 但是我們用閃光燈 會壓光的人 是不可能 是不知道這個按鈕在哪裏 這件事 我覺得都重要 就是大家開始拍照 已經完全依賴了 相機即時給你答案 而忽略了自己的判斷 因為你看到畫面 看上去畫面正常就可以了 可能你沒有留意到 你自己推高了ISO 跟著光圈又開到很大 可能你已經沒有留意到 光圈快門ISO 調整已經是亂了 因為這幾樣東西 亂調也好 都可以拿到平衡點 其實是 所以如果你純粹看結果的話 你可能沒有留意到 到底那些光圈設定 快門設定 是不是你想要 所以這件事 會導致大家學習攝影 其實是慢了 因為這樣會令到你 更加不太理解攝影的基礎 因為基礎就是曝光設定 所以這幾樣東西 會導致大家的敏感度降低 更加是一個判斷性拖慢了 減弱了 現在攝影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人類就是 對攝影的一個倒退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 大家不要再被這一點 繼續倒退了 真的要重新重新 我覺得 最後一點就是 我們拍攝人像攝影 真的很需要的東西 就是指引你前面的主角 或者無得已 需要溝通和表達你的想法 大家千萬不要想 這一點想得太過複雜 就是想得太過複雜 就是我又要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今天要拍什麼特別的主題 我意思不是這一點 就算很隨便 在街上拍一些好像旅遊相片 也好 都要有想法的 要不然你拍什麼 對不對 我看到這個景 你站過去吧 我拍到你在這個景前 這個功課 今天你聽到這條片 我想你是不是想成為攝影師 對不對 成為一個更好的攝影師 如果是的話 你就不要這樣了 你要想到底 為什麼 人要站在這個位置 人為什麼要在背景的哪個位置 你打橫影打直影 你現在用什麼招距呢 用什麼招距之餘 你在什麼距離去拍他呢 例如你用50mm 你站在主角前面 一米近的距離去拍 和在幾米遠的情況之下去拍 說距離感 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人為什麼要向左 或者向右呢 身為什麼要捱 還是背著你呢 這些就是想法 如果你沒有的話 那你在控制著人什麼 對不對 所以其實 每一件事都需要用一個思維去構想 然後去指引 那怎樣指引呢 你要表達出來才行 所以這件事 就是人像攝影師 是非常之重要的一個環節 以上所說的這十件事 其實都真的 我想提過無數次 但以我的經驗就是 大部分人聽完之後 就好像沒有聽過這樣 可能我提你的時候 你會立刻做 上完這一日課 你又還原回 變回你自己 其實我覺得 大家有沒有想想 這些東西的重要性呢 當你覺得 認同它是重要的時候 大家辛苦些 去逼自己 開始一定要逼的 真的 所有東西都是一定要去 硬眼轉 你才會轉到的 例如我打了幾十年羽毛球 突然間要跟一個師傅 但是你說 喂我已經打了幾十年了 怎麼改 是很難的 對不對 但如果不是 你剛剛伸手 你去拍照 在這個階段 我不提醒你 真的等你拍了幾十年 才來提醒你嗎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只要你只不過是拍了幾年 沒有說要去到十幾二十年 我也覺得很多東西可以 重新去學習 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是 學習的一個技巧 學習是要技巧的 要方法的 要方向 跟老師也好 自學也好 其實都需要有個方向 跟老師學習 就是老師可以不斷點出你的問題 老師點出的問題 是希望你走得更加快 而不是希望你鬥圈 因為你覺得 我叫你這樣做 你會覺得很麻煩 這樣很慢的 不是 老師怎麼會叫你 走一條慢的路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強行 去改變你一些不好的習慣的時候 你是很難 拿回一條正路走得更加快的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真的要深思一下 當然 都是那句 如果真是自己學習 真是遇到困難的話 我覺得 歡迎大家去報名上課 有很多東西 大家可能在網上 看到一些 叫做反面的教材 可能我的影片 都會是反面教材 因為我的影片 不能夠完全講得完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有些影片 我都是用Live View 示範給大家看 為什麼要用Live View 就是因為我正在拍片 我正在拍片 就是想大家看到 我正在用Live View 按了什麼樣子 這個沒有人需要 會知道我背後的動機原因 對不對 但是上實體課就不同了 實體課老師就是會指出 你現在應該要向著什麼方向 用什麼方法 要練什麼 而不是隨便你自己上網看完之後 你猜你已經認識了 你猜你現在應該可以去練習什麼 OK不要緊的 這些你自己去試 但是實體課幫到你的 最重要是老師點出你的問題 以及給出這個意見 是最重要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分享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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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